武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前来参加幸福九九窝北车全林宅的启用仪式 将旧旅馆重新改造提供友善租屋的幸福九九窝 目前又完成了一个位在怀宁街的北车全林宅 让年轻人到高龄长辈都可以根据需求来租屋 协助解决高龄长辈租屋却遇到歧视的问题 也希望透过这个新的租屋模式提供全林友善宅 让长辈能够安心安全地在地老化 我上个亲戚特别去找了Henry 因为大概一年多前我就去发现他们这个idea甚至太棒了 然后怎么样来协助台北市有这么多的旅馆 因为真的是因为一起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第二个就是太多的长辈其实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公寓 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已经在这方面能略备很久 然后让长辈能够住到全林宅来 而且他可以租到一个适合他的房子 否则老人家在台北市几乎租不到房子 然后他租出来之后他才能够让他自己更安全 我想这个是台北高龄化第一个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方式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smart 就是让长辈出来之后 然后又提供他很好的社区服务 社区的照顾 第三个就是长辈自己的房子 他们还有团队可以协助他做后续的处理 不管是包裹代管还是都市更新 所以他等于造成了一个住宅recycle的概念 第二个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在这个全林展里面 找到更好的基础模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将来台北高龄化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模组 所以我一直很鼓励他们在台北市 我还特别去找了很多旅馆看看能不能美和他们去接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感动的事 今天看到这一栋又成立了 那我希望还有更多的下一栋 也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说 他能够到一个全林展 换了一个很安全的生活环境 然后又可以让他自己的房子 有都更的意愿提高 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第一部曲要做的就是 先能够提倡所谓的edge in place 就是在地老化 那所以说当我们在一个合适的地点 就是有这样的建物的时候 那其实当地他们都会知道说 原来这边有适合我们 就是适合长者去居住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他们其实慢慢就会去接受 说他不一定要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电梯 那所以没有电梯的情况下 他的行走不便 他移动不便的时候 他就是会变成在家 去身体的部分其他的会慢慢的 就是会比较衰败 那所以说变成我们现在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很多据点都能够去成立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慢慢可以去知道说 其实我就住在家里附近 但是不用住在我原本的地方 那可是家中的家人 他其实可以每天都来陪 每天都来互动 只是睡觉的地方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形态的 就是这个目前来讲 对于也比较适合台湾的社会 因为你要一下子盖那么多住宅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消耗我们社会成本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 然后甚至这也等于是一种活化 就是可以让没有再使用的房子 他去做一些活化之后 对那降低了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负担跟成本 然后这边我们这个馆我们特别在新增了一个很特殊的服务就是关于健康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预防胜有治疗 所以健康管理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的就是说新加进来的元素之一 那这一次我们是跟那个英华达还有高一去做合作 那旁边那边有一个全家宝服务 待会就是各位来宾也都可以去那边去做一下体验跟了解 那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跟高一怎么样去做健康管理的这个串联的部分 那他其实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如果把健康管理这件事情做好 其实可以降低 那大家有一个相关的一件事情 就是长照的费用绝对可以有效的去下降 因为已经一旦进入长照 他本身他其实那个你很难再逆转 你很难再逆转成一般的状况 黄珊珊说全林宅的营运规划将成为社区照顾据点的新模式 未来如果能当选市长 将在税务与法务上提供更多协助 然后交给这个联系的团队 然后他们非常认真的专心的 真心的在照顾这些全民高龄的长辈 在他们这个旅馆里面 他变成一个我认为将来未来台北的生活型模式 甚至我都将来我都有当选市长 我希望能够在市政府 不管给税务法务的协助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社区服务 也会成为台北市将来社区 照顾据点的新模式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动 今天又多了一间 我们希望台北市越来越多 然后因为政府该设改的速度 是赶不上人老化的状况 然后年轻人在台北市又面临到高房价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现有的状况下 高龄少子最好的方案 所以也要恭喜Henry 你们今天又再多了一栋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整年可以来参加 好几次这样的开户典礼 最后祝大家品安健康 谢谢 谢谢 那在政府那边的话 其实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成本 像这些生活上的水电啊 就是这些民生的这些部分 或者是一些税务上 那其实就是如果可以给予一些相对应的支持的话 那其实对于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它的经营的这个风险 其实就会降低 那也可以增加更多就是能够投入这个商业模式 或这个产业这样子的一些伙伴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使用这个 我们目前是这种是叫商业模式 比如说商业经营的话 那它的房屋税地价税等等 它其实都会变成是商用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成本 那以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租金 它也都是需要去缴所谓的营业税 跟营业所的税 对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变成 自用甚至是免征的话 那其实就会对房东 或者是对我们经营的业者来讲 它就会有效地降低所谓的经营的成本 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些成本 再回馈在末端的租客身上这样子 另外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 也受邀来参观北车全林宅 对于软硬体各项设施 感到很满意 我都很期待未来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的社区它是普遍的 甚至它不一定是出租住宅的集合社区 它在一般的民间的集合社区里面 集合住宅社区里面 其实就可以内设这样的一个服务系统 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事情普及 就像我们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政府我相信 内政务绝对是用最开放的态度来跟大家讨论 不管从监管 不管从税负 不管从各种补助或相互的沟通 其实我们都没有间断过 但是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有年轻的想起这些事情 还是需要大家先踏出几个model 我们收敛这样的经验 幸福99我指出 面对高龄少子化的社会 团队将努力提供幸福租屋体验 除了解决高龄长辈换屋的问题 也期盼促成落实都市更新与居住正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帮助 谢谢大家